我們classwork的Double Entry System 中山BFS的最後classwork的part 4 part 4 其實我們上面已經進入了所有Double Entries 其實看回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完成了write up這個步驟 我們已經完成了 但還有一部分我們還未完成 未完成什麼呢 Balance Off Balance Off 我們還未完成 我們會在第四部分 我會在第四部分說Balance Off 其實Balance Off 就不是那麼難明白的 我們先拿回之前 你們做過的DT Account出來 大家去看看怎樣做 我會做幾個例子給大家看的 首先第一個 就是做Bank Account Bank Account來說 你會看到 我們怎樣做Balance Off 就是把兩邊 左邊Debit Account OK Debit side那邊的Balance 以及Credit side的Balance 大家可以試試拿計數機出來讀一讀 20123 再加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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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2 這邊左邊應該會讀到 2600 OK 這是一個總數來的 好了 右邊可以讀到 4400 再加4200 應該讀到 8200 我明顯看到 聰明的同學都知道 當然是左邊大一點 如果左邊大一點 我們會設定 這個Balance 於是我把8200 這個 我就不要了 改成22600 OK 好了 改完之後 你會問 喂 那不是啊 這裡兩個數加起來 都只有4200 那何來中間啊 所以中間呢 我們就是 做那個位置 就是做Balancing Off 那這裡呢 就要做一個Balance Carry Down 那就做回5月 30 1號 的 那我們做多少 當然就是 22600 OK 2600 再減8 840 8200 那我就做14400 那你只要不記得的話 可以記錄下 22600 減8 200 這樣就會計到 這個 那這個Working 可以提醒 其實你如果計得到 其實可以不寫的 好了 我們會說 喂 那不是啊 計完之後 其實這個帳戶應該是 左邊大過右邊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會說 Bank帳戶是一個 Debit Balance的帳戶 那我們說這個帳戶是 Debit Balance OK 那Debit Balance多少 Debit Balance的數 就是14400 OK Debit Balance14400 好了 那 如果 這個做完個複雜一點的例子 那我們做回 這個簡單的啦 看看RAN RAN那裏 左邊有36000 右邊什麼都沒有 那於是我怎樣可以平衡 好明顯這邊要加36000 對不對 那就平衡了 好 那於是這裡 May 31 我們月尾才會做 Balance Carry Down 那就是Balance Carry Down 那就是Balance Carry Down 那如果心裡清楚 我都知道 好明顯這個 這個又是一個什麼帳戶 左邊大過右邊 那於是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Debit Balance 的帳戶 要RAN的帳戶 來講 那這個Balance是多少 36000 對不對 36000 就是一個RAN帳戶的 Debit Balance 那好吧 那我調回旁邊 Capital Capital 我們 右手邊 大過左手邊 即是Credit 大過Debit 那這裡很明顯一個 Credit Balance Account 那我寫Credit 的簡直是CR Credit Balance Account 那幾錢 這裡兩個加起來 5600 對不對 那你做Balance Carry Down 當然就在左手邊做 那這裡是5600 5600 5600 可以不可以 那這個情況就是 這樣做 那其實下面都是 如此類推的 那譬如你說Machinery 或者Tot Machine 那些 那都是照做 都是在小一點那一邊 加回Balance 就是這個通常 5500 那這裡是5500 OK 那這裡是31 Balance Carry Down 那這裡是 500 減1500 那這樣就值到4000 那所以我們會說 Machinery 是一個什麼Balance Account 左邊大概右邊 所以是Debit Balance 4000 可以不可以 那我們就說 這個Count是Debit Balance 4000 那我們到Tot Machine Tot Machine 都一樣 這裡放4000 看上去 是不是 因為你看到 左手邊是小一點的 那這裡總數 5500 5500 5500 那這個 這個帳戶 很明顯是一個 什麼Balance的帳戶啊 Credit Balance 是不是 因為你 左手邊小一點 就是 右手邊大一點 就是Credit Side大一點 那就是4000 OK 那好 那此類推 我們可以做後面的 一些 題目 例如說 Cash這樣說 Cash這裏也是照做 那這個我不同各位做 劉皮Sundee Trading這些都是 照這樣做的 那我相信各位應該 有能力去做 那反而我想跟大家說一說 好像Depta這個Case Depta這個Case 你會看到兩邊的Balance 其實是一樣 左邊是3000 右邊呢 都是計到3000 那我們叫這些帳戶做什麼呢 又不是Debit又不是Credit 那這個我們叫Zero Balance 即是沒有剩餘數 所以你看到沒有Balance Carry Down 行不行 OK 那這裏 Balance就是這樣 按好了 那同學會問 不對啊 我完結了 舉個例子Sales 這裏有3000元 應該做Balance Balance Carry Down 但是我下個月 六月頭 那怎麼辦啊 還有沒有Balance 那這個數呢 會怎樣呢 我們會在2013年的6月1號 就會出現一個Balance Broad Down 那Balance Broad Down 怎麼來呢 就是把這個數 整個大過去 那這裏有3000元 出來的 OK 那你會說 那這裏 即是Sales 其實這是什麼Balance 那這個你也知道 應該是Credit Balance 按出3000元 OK 行不行 那我們如果做得 完整一點的話 其實我們會做用Carry Down 會做一個Block Down OK 可能同學也想寫一下 那Balance Carry Down 那就是怎樣啊 其實它在說Carry 是這個字 Carry Down OK Balance Carry Down Carrried 那Balance Broad Down 呢 BD 那就是 BRO O-U-G-H-T 即是大過去 Block Down OK 行不行 那我們這段影片 就會說到這裏